为响应世界卫生组织531世界无烟日 花莲市卫生所在母亲节前夕特别举办 掰了烟烟美丽烟护心癌筛健康荣耀来的活动 现场除了巡回医疗车提供乳房摄影检查 直攻击抹片检查还有胸部X-1检查之外 还包含了烟害防治、床召宣导 性侵性骚防治等健康系列宣导活动 为了响应世界卫生组织531世界无烟日的活动 花莲市卫生所在5月11号母亲节的前夕 办理掰了烟烟美丽烟烟护心癌筛健康荣耀来 这次活动结合了慈激大学慈激医院 萌诺医院永东百货公司回来妇女权益发展协会 心理健康以及成瘾防治所办理健康系列宣导活动 场面热络温馨洋溢 今天的活动主要叫做掰了烟烟美丽烟烟 有两个很重要的主题 一个是结合531世界无烟日 还有明天母亲节的活动 那我们特地在这边设站 做办理肆癌筛检 为了这个辛苦的母亲 那我们有提供乳房摄影 还有子宫级抹片检查 那还有13岁以上的市民 都可以照胸部也死光检查 那除了母亲来这边做体检之外 我们现场还有非常多好玩又有趣的活动 包括长照的摊位 包括妇幼的摊位 还有心理卫生的摊位 那同时又可以拿了很多礼物回去 我们今天陪妈妈一起来筛检 那我们带健康还有带礼物 一起丰富的回家 华林市卫生所同学们 则是代理宣导长照2.0的政策 长照2.0 让我照顾你 请拨打1966 华林市卫生所福一多足人表示 每年约有25000人死于吸烟 以及近3000名死于二手烟害 平均不到20分钟就一人因烟害而失去生命 事实上烟害几乎伤害身体的每个器官 即使不直接造成死亡 都以吸烟者的生活品质有多少的影响 例如呼吸困难 工作不便等等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烟酒不健康饮食 缺乏身体活动以及肥胖等主要危险因子 占癌症的死因的30% 占国人离癌排行榜 加总6成左右的大肠癌 肝癌 乳癌及口腔癌等5个癌症 都与前述的致癌因子有关 戒烟则是可以降低罹患 以及死于癌症的风险 效应会随着戒烟期间越长而增加 为了自己守护家人健康 可有效运用多元健康的资源 如免付费 0800-636363 健康专业服务 合约医疗机构提供的健康服务 也邀请所有民众一起拒绝二手烟 以及三手烟 共同依照清新健康的无缘环境 记得赞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